這個地方是我們要進去他們的教室之一 然後要去廁所畢竟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有看到一個小高差 那個大概是2.5公分左右 大概2公分2.5公分 這個就是我們最怕的地雷 因為大家以為小小的這個砍 那我用力一點撐過去 還是用快一點就撐過去 但是我越用力越快 我人會飛越遠 因為這個只要小籠子一卡住 我的人就飛出去了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那再來是老人家 老人家在走這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老人家的步伐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踏的方式走出去 它是有點垂垂的 所以它如果說提起來的高度沒有超過這樣子 很容易就踢到 一踢到就跌倒 尤其這個水泥都是同樣一個顏色 對老人家來講 它看起來是平的 因為它的眼睛呈現的是一個弱勢的狀況 所以很容易誤導這地方是一個平的 所以很危險 那剛剛我進來第一次走的時候 也沒有發現到這裡有門檻 是那個上去以後才說 我剛剛怎麼蹲一下 那這就危險了 因為我如果沒有用車頭 我直接用推的 這個時候我已經回到裡面去了 就跌倒了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有立即性的安全問題 可以的話盡量趕快 我建議的話是用一個那個倒角木板 把它弄上去倒角的 那如果真的要做水泥的話 記得工法要對 一定要往下鑿大概三公分的深度 然後再去鋪水泥 或者你這樣直接鋪上去 半年三個月大概就壞掉了 整個崩壞裂掉就壞掉了 因為這種地面它是不可能連得住 再來它的厚度會很薄 很容易就裂掉了 所以工法上也要對 否則下一次來 OK 再下一次來又壞掉了 那這個大概是給這個地方一個建議 這個地方要積極處理 是